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日前宣布辞职 投入国民党新北市长初选 今天卸任交接 侯友宜今天出席最后一次市政会议 不舍得向市府团队道别 侯友宜致辞表示 谢谢市长让我失业 但对他而言是开心的失业 未来他会坚持信念 价值继续迎接挑战 侯友宜表示 新北市副市长是他人生第十四个职位 也是做最久的职位 总共七年两个月三十一天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做得最久 但是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上周末打包办公室的物品 看到一张张的卡片照片 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他开玩笑对市长朱立伦说 市长你为什么让我走呢 侯友宜感性表示 谢谢朱立伦给予他机会 让他看见不一样的事业 从一开始不懂城市智力慢慢成长 朱立伦竞选总统时 给予充分信赖及授权 把市政工作放心交给他 侯友宜说 七年多来 他努力完成朱立伦交付的任务 找出高风险家庭 盘点闲置空间新建公共托育中心 找寻地点盖国民运动中心 因为有助立伦的鼓励 编册让他学习良多 他说谢谢市长你让我失业 未来他有信心面对挑战 继续走向不一样的人生